在现在虽然它没有什么症状,但是呢,我们在现在给它做治疗,就是借助自然界还有自身的这个阳气,来帮助病人驱散这种折服在体内的这种腐胁,所以这时候给他们做治疗就能够起到这个事半功倍的作用。 这种结合节气进行的针灸治疗,就是中医传统的节气针灸疗法,而这种疗法并不仅仅对于哮喘,对很多疾病都有治疗效果。 这个节气针灸主要针对于三个病种,一个是呼吸系统的疾病,包括像鼻炎啊,哮喘,还有肢气管炎这些疾病的,还有第二个就是消化系统的,第三个呢,咱们主要针对于骨关节病的,比如说颈椎病啊,腰椎间门突出,腰腿痛,还有这个膝关节骨关节病的这种病人做的也比较多,效果也不错。 齐女士还正在治疗中,而这位患者已经连续两年接受了下肢节气的针灸治疗。 以前隔泥啊,大便,糖便,做节气灸以后明显的气往下头走,以前是气从上头走,打嗝,现在呢,气能从下头走,肠子吐动,可以有,走气呢,就是放屁的感觉,肚子里都舒服,大便比较成型。 春分和夏智两个节气的治疗,不仅让齐女士开始感受到疗效,更重要的是,她重新树立了对抗疾病的信心。 有那个信心啊,不会像去年犯的那么,那么,那么重了,我得坚持,一定得坚持之,就这个季节之。 治疗齐女士的哮喘啊,需要补阳气,与蛆寒血,尽管说啊,这个冬天病情严重的时候,也能够这样做,但是夏至时节啊,这个人体阳气是最盛的时候,那这个时候补阳蛆血,可以说是顺时而为,可以更加彻底。 节气针灸啊,也充分体现了中医治病的智慧。 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对应自然变化的二十四节气,而其中的这个春分、夏至、秋分、冬至,更是代表了春温、夏热、秋凉、冬寒的关键点。 节气针灸,把气候与医学紧密的结合起来,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。 好了,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个不可思议的中医治疗方法。